当人的贪心在那里的时候 你跟他说放下吧 他不会放下的 怎么办呢 想什么办法呢 就是让他痛 让他受苦 他就会放下 故事是这样讲 有一个人 很苦的人 对老和尚说 我放不下一些事情 放不下一些人 和尚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 他说 这些事和人 我就偏偏放不下 和尚就让他拿了一杯茶 然后就往里面倒热水 一直倒到水溢出来 胡者被烫倒 马上就松开了树 和尚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是放不下的 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 这个故事 道理很简单 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这样 这就是善巧 在你度众生的时候 你不要哭口婆心的那种 废口是没有用 就让他受苦 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他要受苦的时候 你就踹他一脚 让他多受点苦 然后他就给你跑了 就像那天 那个小和尚 打那个女的一样 他不是想她吗 跑着就关起门 来把他揍一顿 就好了 打得他鼻心脸肿 反而就好了 哭啊 他放不下 放不下去揍你 让你动 事实上 我们很多时候 放不下 我们有了公民 就对公民放不下 有了金钱 对金钱放不下 有了爱情 就对爱情放不下 有了事业 对事业放不下 所以说 在这个世界上 反正有公民 有金钱 有爱情 有事业的人 是很难 深圳地去修行 这是因为 我们心中有念想 比如对爱 还曾有希望 期许 未来会改变 心中的贪欲 还在做梗 对方的行为 还没有触及 自己的承受底线 等等 你还是对他 有些希望 希望这个家 别破了 还是承着一线希望 有些人在这里 学了一两年了 只要回去 家人一骗他 他马上就回去了 就乖乖地 跟着人家 过日子去 家人有的是 学一两年 不知道学了什么东西 可能都没听进去 坐在这里 又不知道他干什么 可以说一堂课 都没真正地 听到心里去 业障深重 总之没有让自己 痛到 必须杀手 让他受苦 或者家里人没了 或者是 事业上的事 或者是各种事情 反正都是让他苦 苦到 受不了了 他就会放下 不放 那是不可能 到时候 他就想放下 那苦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想放 当然这个 还不是出离心 这是对苦苦的愿离 还没有到 所以说 这种出离心 连动物都有了 这个都不算 真正的出离心 这叫愿离心 愿离说佛世界 苦 这就是这个世界 太苦了 它其实 对乐还是没有方向 所以说 苦地是很难修的 这种方向 还只是 初级的方向 对这种坏苦的放下 是很难的 大比方有个人 如胶似气的 很爱你 又好看 又爱你 爱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叫你放下 你怎么放得下呢 但是突然这个人 有一天 移情别恋了 哇 你可能就恨死他了 甚至把他给杀了 那个时候 其实很难说 当对方的所作所为 触及到你的底线的时候 你的自尊性 遭到了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你很快就放弃了 放下其实是一种顿悟 优柔寡断的人 常常思前想后 拿起来 慢 放下也慢 唐罗他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故 比如以死亡插件 就是说 如果经过了冰死经验 到阎王爷那里 报了一次道再回来 经历了冰死经验的人 那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种重击 会让他一下子变一个人 看看了 看淡了 自然也就放下了 冰死经验的人 回来以后 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有一个人出门办事 跋山设施 好不辛苦 有一次经过险峻的悬崖 一不小心掉到深谷里 此人眼看生命围在旦夕 双手在空中攀抓 刚好抓住悬壁上枯树的脑枝 总算保住了生命 忽然看到 慈悲的佛陀 站在悬崖上 慈想地看着自己 此人楼见救星 赶紧求佛陀说 佛陀求求你 发发慈悲救救我吧 佛陀说 我救你可以 但是你要听我的话 我才有办法救你上来 佛陀慈想地说 佛陀我全都听你的 那好吧 那么请你把抓住 数字的手放下 当你把这些通通放下 就再没有什么了 你将能从生死的 智库中解脱出来 此人一听心想 把手一放 势必掉入万丈深渊了 跌得粉身碎骨 哪里还保得住性命呢 因此继续抓紧数字不放 佛陀看到此人 执迷不无自好离去 其实那个人离地面 仅仅有一米 我们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有欲望 天天背负着欲望和想法的人 只能很累 见物喜物 见人喜人 一楼屋 我们买了个新房 开始呢 嫌房间的太空 就疯狂地购物 等到多年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房间 被你堆得像一个小胡同了 你觉得特别压抑 想扔些东西出去 结果呢 扔这个是觉得 太有纪念意义了 留下 扔那个觉得 扔下来以后就没了 还是留住吧 就什么都扔不下 最终你哪个也舍不得 于是只能忍受狭小的空间 忍受压抑的生活 躺了有一天 你的房间漏鱼 把东西打湿了 或者你没有下脚的地方 于是你才有了扔的勇气 这就是真的痛了 就敢放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苗表只有不断地清零 才能更好地测定你奔跑的速度 面对未来 人如果不及时清零 你背负的东西呢 将模糊幸福的指数 就要让你在生活中失去自我 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不要说修处理心了 觉得解脱生死 放下 世间人我们也是这样 世间人还有很多 活得很累 就做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太多太多放不下的事情 然后让他活得非常累 这样的人很快就会得高血压压 糖尿病之类的病 压力太大 就会得糖尿病 高血压压 还有心脏病 还有这些病都容易得 心脏压力太大 托夫类说 记忆就像一只前颊 脏的太多就会合不上 里面的东西还会填补掉出来 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忘记 但一定要放下 一旦放下 万般自在 生命注定要忘却一些东西 不应在追忆的变彻底病情 太多的流量会成为一种羁绊 无论怎样 我们脚步要向前走 最后讲的是 劝世间人放下一部分 是要教会我们彻底放下 三界都要放下 三界一界都是一个梦 你不放下 你不放下 你挂在悬崖壁上 你还在做梦 都是白干的事 你害怕也是 白白地受的苦 没有用 受苦 这个苦 有些时候是很好的 有些夜到地狱里消 特别快 它有善根的人 有正念的人 也不怕下地狱 如果是真正的 有惭愧心 知道去修行的人 哪怕犯一点错误 但应该是有 处理性的基础上 在修行 即使呢 看到个别人下地狱 你也不要害怕 其实他到地狱里出来 比你快 就像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流浪 但有爹有妈的孩子呢 有些时候也会挨打 被老爸老妈打得很惨 对不对 吊起来打都有 但是呢 这个流浪的孩子 只有羡慕的分 人家挨打 你是不是羡慕 没有菩提心的人呢 你就是把天下的善事 都做尽了 大福报 有些人的福报好大 钱很多 做很多很多的善事 台湾也有这样的人 大陆也有这样的人 他没有太多的处理心 但是呢 他有很大的人天福报 福报非常大 这样的人呢 那也不是坏人 但是呢就是世间的天魔 世间的能天善法 他都喜欢做 这样的人离解脱生死 事实上是越来越远的 并不是越来越近 你别以为他做善事 离解脱生死越来越近 其实他越来越远 因为他没有出离心 他的福报修得越大 他离解脱生死的时间 会越来越漫长 你们好好想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能天福报大了吗 没有出离心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发起出离心 福报越大 越没有出离心 那多了万劫以后 才能生起出离心了 那很难 要说真实的出离心 必须要受苦的 不光是对苦苦 有很深的体验 还要去体验坏苦 要去听法 看的苦地 好像很简单的 真的没有人懂 我们也不学的话 我们谁知道 世间的那种安乐 叫坏苦呢 还有辛苦呢 有几个懂呢 不懂的 所以说世间的那外道们 他们也行善 单做坏苦 单做辛苦 觉得自己是人上人 并且是傲慢心也很大 做惯了嘛 有福报嘛 习惯了众生对他很恭敬 很感激 甚至都崇拜 事实上呢 他也就是在心能天善法 不懂的 找我 对他们有点 他也就是在心能天善法 他也就是在心能天善法 众生效応